事实上,伊兹别克总检察院新闻处发布的消息,还是晚了一些。 从昨天到晚开始,该国媒体已经在四处传播卡里木娅被绑架的消息了。 不礼貌拉卡里木娅而这一切,都是源自于卡里木娅女儿伊曼的求助性。 伊曼声称,伊兹别克斯坦检察院的工作人员,冲进了她和母亲,为能把实战的公寓。 检察官网先示威胁卡里木娅不断乱动,而后能拖到这地,将其问上汽车,不知道向哪里开去。 卡里木娅的女儿还表示,现在没人知道卡里木娅在哪里,以及她现在究竟状况怎样。 伊曼的求助发出后,迅速在伊兹别克斯坦传播起来。 但直到366号,伊兹别克斯坦总检察院办公室,才不斥了关于绑架卡里木娅的指控。 卡里木娅总检察院发布公告称,卡里木娅之所以被盖刺逮捕,是因为她有反而接纳执行的相关规定。 2015-2017年底,卡里木娅并有逃税、贪医、务所和其他进行,总共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。 2018年,出于人道主义考虑,伊兹别克法院以在5年内限制人生自由的方式,取代了让卡里木娅将于服刑的惩罚。 伊曼法官要求卡里木娅在女儿伊曼的治所服刑,她不准离开女儿的家。 她不禁止使用电话和互联网,还必须向国家支付赔偿金。 伊兹别克斯坦简方认为,卡里木娅给国家造成了100多亿人民币的损失。 目前,行总统女儿再次被捕的事件仍在发展之中,请卡里木娅派人士以发表声明,称所谓卡里木娅违法规定的说法,是默许有事的罪名。 2019年3月6日,作者,刘鹏。